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事件 中共今天发布了一个 说中国海军舰艇群将赴尼日利亚参加多边联合演习 说打着所谓的反导游 召开联合巡逻 通信操演等科目 舰艇机动 我们看一下尼日利亚在哪个位置 西非 周边是哪些国家 你看这里头重点 你看尼日 大家看尼日就是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 中共和俄罗斯把美国和法国的军队给赶走 基地给赶走 尼日 南苏丹 你看都是很近的 南苏丹都是中共的地盘 然后在这里 刚果 刚果金 乌干达 这里附近 基本上都是中共的势力范围 就中共现在已经在西非 现在不仅仅索马里这里 在搞事 他现在要在新的这个地方西非 因为我们一直都没谈到这个尼日利亚这个事 说白了 要在这搞事 知道吧 所以他的舰队过去 就开辟新的战场 俄罗斯 他已经接管了尼日利亚的所有的 之前 把美军基地都给 说白了 把尼日利亚政府给颠覆了 现在正是要全面的 开始 大面积搞事 这就是中共啊 你看这个 建了普京以后 开始的一系列的全方面运作 千万不要被他 说什么表面上 说什么 为了防海盗那些东西 忽悠人的啊 这 中共的邪恶 你怎么看啊 尼日的 尼日利亚的政变就是前三年 前段时间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023年 就是尼日利亚军事政变 背后其实就是中俄啊 尼日利亚政变啊 他遭总统卫队扣押 软禁在总统府 尼日利亚发动政变 废除宪法 停止所有机关运作 并且封锁国家边境啊 然后呢 这个政变以后 直接导致结果 就是他们废除了什么什么 这个美军基地啊 以及法国的基地啊 你看 这个是 很大的事啊 关键是 这里 你看 尼日利亚这里 是吧 你看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啊 密切关注什么什么啊 中方呼吁 尼日利亚有关 方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通过对话 和平解决分歧啊 是吧 看到没有 然后后来 就是 俄罗斯就进去了 俄罗斯进去了 然后最后 法国的 啊 法国的这个 军事基地被赶走 美国的也被赶走 啊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中共 现在 到尼日利亚参加 啊 就军舰拍到那里 想干啥 毫无疑问 就是要 在西中飞 中西飞地区 继续搞事啊 绝对的 我给大家 林女士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对 这个 像他对于哈马斯 非常的在乎的这个情形 所以 他会从 在地中海周边的这一些 比较毗邻 哈马斯的区域 像 非洲 这个红海这个部分 他也 不是有 很多这一些 像吉普提 啊 或者是其他的 这些相应的国家 他都希望能够 去对这个哈马斯 有所支援吗 那他自己本身 又在这个 尼日 这个部分 做一个相应的军事活动 那这个 他之前 我记得好像 刘静超 他也有特地 来到非洲 这个部分的 几个国家 去做相应的布点 我觉得跟 现在的这个军演 或者是 这个尼日 政变之后呢 要稳定 中俄的势力 在西非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都是有所 互相影响的 那这个部分 像之前 我们知道 美国他有一些 这个建设的活动 其实是 也会从 比较靠近 从西到东的这个部分 去做建设 那他这个是不是 也会去做牵扯到美国 在美国跟欧洲 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利益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互相 角逐的部分 所以会看到说 当日本还有欧洲 还有美国的这个势力 他也是要慢慢进来 非洲的这个部分 那中俄 他们的势力 就会在这个扰动当中 你看 在让那个刚股 或是南苏丹 苏丹这个部分 去做 之前不是 也是都打得不可开交的 这个国家吗 那这个部分 那之前肯亚跟美国 他才刚有一些 结盟的这个消息出来 那个肯亚去跟拜登见面 所以在非洲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 他们互相角力的 这个出手的这个阶段 所以中俄如果没有 赶快把这个普京跟习 去做一个解决的话 但他到处 他就是会在你 皮皮奔命的这个部署当中 他去趁细 看能不能去做一个 很好的颠覆 那借着比如说 借着在尼日 或者是在尼日 这个部分 他的颠覆 他会去引火 引到整个非洲 然后甚至会不会连到利比亚 像图尼西亚跟埃及 这是有到中共国吗 所以他这个都是 在他整个一盘棋里面 他们的布局 我觉得这个 美方他们的这个军备的战略 应该也是都有考虑到这边 只是看到中共跟俄罗斯 一直不断的在点火 然后在互相的在牵扯这个军力 包括到几号 就是跟柬埔寨的这个军演 也是开始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 对不起 5月16到31号 就是中共国跟柬埔寨的军演 那这个部分 其实美方的密切注意 是一个部分 但是可能周边的国家跟相应的地区 也是都要警觉的 所以等于从 他们见面 普习见面之后的 现在又是另外一波 就是要导动全球局势的这个乱象 所以全球应该都要非常的谨慎 你看尼瑞尔这个支持尼瑞尔 这个军事政变的是瓦格纳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当时整个发生什么事 法国的基地被赶走 然后美国的军事基地也被赶走 你看3月14、17号 2024点 尼瑞尔宣布终止于美国的军事协议 4月19号美军宣布撤军 美国和法国在尼瑞尔是有军事基地的反恐 专门负责反恐的军事基地 这就跟台湾一样 是吧 它有军事基地 它都给你颠覆了 看到没有 尼瑞尔的政变是谁 是总统的卫队 是保护和维护 保护总统的人 推翻尼瑞尔总统的八祖母的是谁 是他的总统卫队的人 看到没有 这就告诉大家 说白了 中共就是玩这一招 你看 推翻总统的是 遭总统卫队扣牙 所以我们之前说过 中共绝对有能力渗透到台湾 的这个所谓的总统卫队 所以你看 泽连斯基他的总统卫队都被俄罗斯控制了 说白了都影响了 尼瑞尔还有一个战略物资 它是右控 并且尼瑞尔之前是非常非常民主 相对民主稳定的典范 一直被称为相对稳定的典范 但是没想到 你看直接 中共说颠覆就颠覆 尼瑞尔拥有丰富的右畅矿产 占全球总供应的7% 看到没有 然后关键 他这种政变 民意再加上控制他的总统卫队 然后再加上各种宣传 抖音各种说白了 就成功把这颠覆了 然后最后 你看直接是瓦格纳俄罗斯 接管了整个尼瑞尔的军事 说白了你看这个美国和法国 法国因为他之前是他的殖民地 属于法国 你看支持总统的 支持政府的是法国美国 最终 你看他们的兵力5万7千人 西非经济共同有24万5千人 最后都派他 只要把这个总统卫队给搞定了 你看他就颠覆了 看到没有 这就我们说过 中共内部颠覆 这尼瑞尔被颠覆 是绝对一个典范 现在他为什么派军舰过去 到尼瑞尔 尼瑞尔说白了 就是继续要把这些国家 一个个 一个个 撬掉 林女士 所以这我们一直说的台湾 很危急 就这个中共 绝对是有本事在那里 像尼瑞尔一样 玩这种方式来颠覆 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对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像之前杜哲先生说的这样子 比如说像阿富汗啊 或像更早之前的这些被苏联颠覆的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 比如说像更多的早期的这些南南国家 他们也都会用相应的这些方式 比如说你看像罗查在南美洲就这样子 深刻的布局 他就是古巴的这种大间谍 那他的这种钉子 或者是这一个隐蔽特务的角色 你看他深圣 就是非常渗透在那一个地区 这样他又配合了当地的很多 所谓的这种宣传 然后在地协力者 那像现在的这种数字权威 你看在非洲 这种TikTok或者是影音平台 那又加上中共它这个便宜的手机 那在非洲又是非常的这种受欢迎 那这个都会相对应的去配合 他们的这种宣传 那这种认知操作 其实也都会让所谓的这种总统会对他在做颠覆的时候 又有周边的这种相应的民意去起哄 那这个的事造起来之后 就会把整个民主的总统去给架控 那这个也都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不是只有明日或者是像在台湾 台湾当然是非常严重 而且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他的这种年路布局已经非常久了 那如果说赖清德总统他的动作没有很快 然后也没有像有雷彦路这样子精确的情报 知道是哪几位他是渗透到赖清德的身边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随时随地就忽然发生的事情 你看像阿富汗这样几个小时就颠覆了 那他这样子的手法不会只有是在想要在台湾做 虽然在非洲他成功了 那他也是时不时的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 我觉得他这种步骤他其实是不会停的 所以就像我们在节目上讲的 你就是一定要让西埔就是到他们没有气的那天 不然他们是不会罢休去对美国 去对国际的这个自由体系去做攻击的 所以这个都是西方世界要谨慎去应对之外 就是还要去想要怎么样 真正像今天川普讲的 就是直接结束掉普席那个先生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到此时别忘了点赞文写 谢谢林医师 谢谢注意观众观看再见